大家好,上個禮拜有機會跟Ronnie、Ha還有子龍 我們一起組隊去香港參加嗨課松 然後所以我主要會從那邊開頭講一下 就是我們嗨課松做的一個蠻酷的見面 然後還會再講一下就是關於心理資料各種的東西 所以原本的想法是說就是 就是最近那個嗨課松有個題目叫智慧程式 然後我們想法是就是好多 就是現在好多資料好多裝置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就是access這些資料等等的東西 然後就是比如說你有看到比如說過去 你有桌機啊你有比如說手機啊 你有眼鏡啊跟就是手錶等等 然後它互動方法都不太一樣 所以比如說可能滑鼠就沒有辦法在手機上用 然後觸碰有沒有辦法在桌機上用 可是唯一可以在所有東西使用的其實是聲音 然後聲音其實我覺得是未來我們跟資料互動的方法 然後所以一個互動方法或許就是人用聲音即刻互動 然後我們接取資料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裝置可以連上網 所以我們不需要有那麼多的power 我們只需要連到正確的資料就好 然後第三個想法是說 左邊這一個是可能原始資料 可是原始資料可能對機器很有用 對人類沒有什麼用 所以假如我們可以 就是用人類顯示的東西的話會比較簡單 所以好三個動詞的分別是你可以問這個界面一個問題 它會可以link到你需要的東西 然後第三個是你可以看到的結果 所以來示範 所以就到這樣的界面按允許 然後你就按一個想像任何裝置的按鈕 你可以問它的問題 所以比方說一些基本的地理資訊像是 就是Where is the school in Taipei 然後它就會想一下 然後就連到正確的資料集 然後它就會把所有台北 像這邊就是亂水河 然後把所有台北的學校變成紅色在這邊顯示 這邊比較大石開展 那它稍微我們做上就是 香港海特送嘛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些香港資料 比如說Where is the park in Hong Kong 然後它就會回去想一想 然後它就會把就是公園的資料 在這邊用綠色顯現出來 那其實你想想看就是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就是資料 然後就是真的這只是一個interface而已 讓你可以access到你需要的資料 所以比方說想像你還有一個資料是 比如說現在公車就是經過路線 你也可以問它比如說 Where is the bus ride? 然後它就自動串就是你要的資料 然後理想中可以做到就是跟真的跟Siri一樣 可以把即時針的資料全部都餵給你 然後最後一個是除了地圖之外 你也可以問它一些稍微比較複雜的資料 像是比如說想像你有把所有的經濟資料庫 全部都倒進來 所以你可以問它一些經濟指標的圖 指標的圖表 所以比方說 Compare Taipei Shanghai and Hong Kong 然後它想一下 然後它就會去掉經濟指標 然後就會把經濟指標調出來 你就有GDP啊人口啊 GDP per capita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想想看這些都不是太複雜的圖 然後互動方法蠻直覺的 可是真的就是可以enable這些東西的東西 就只是一個可以辨識你語音的東西 然後背後有一個相互連結的資料 然後因為就是今天其實是HIGH客松 所以我想說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技術細節 那就是語音的部分的話有幾個 就是有一個有兩個 現在有兩個東西可以用 一個叫微點AI 然後另外一個叫Google Speech API 那Google Speech API 它是支援比較多語言的 可是就是當你要做像剛剛那樣的東西的時候 你還會需要有一個東西叫做 就是你的意圖的偵測 意思是說就是你可能 比如說你原本內建說 我想要獲取這樣的資料 你可能會內建一個 query 然後Google現在也需要做 text matching 說這是不是你當初建的這個指令 可是你可能會用一個稍微不一樣的指令 去asset這樣的資料 然後你希望當你有這個不一樣的指令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獲取到這個資料 那微點AI 這個Facebook的公司 它可以做到這件事 可是Google Speech API沒有辦法 所以比方說我可以示範一個 比如說Google Speech API做的事情的結果 是像是這樣 公司鴻海 然後這邊是出來接那個公司資料 公司台積店 公司開曼群島 鴻海公司 就是 所以在這邊就是demo 就是用Google Speech API Google Speech API的好處是 它有支援就是中文 可是它的壞處是 它需要exact match 所以像比方說 我原本的邏輯是公司 然後再接一個公司名 它才會去match說相關的關鍵字 可是假如你把它倒過來 比如說鴻海公司 或是請給我鴻海公司 或是鴻海到底是哪一家公司 等等之類的東西 它就會match不到 可是在剛剛微點AI的例子 它雖然只接受英文 可是它可以做這樣力圖的顯現 它就可以知道你大概要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這是第一個 就是Alex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背後的東西 是linked tab 所以想像的是 就是你把資料全部都清理 然後整理乾淨 然後比較適合就是 就是語意去access 那好就是剛好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ShitHub在做的東西 就是台灣現在有大概 7000多筆的就是開放資料 然後可是這7000多筆的開放資料 是以就是以原始的格式 所釋出來的 那假如你可以把它全部在清理過 全部在結構化的話 那它就可以就是變成一個叫做 5星的開放資料 然後5星的開放資料 是你可以比較容易 在資料跟資料之間相互連結 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你今天上傳一個table 是台北市大安區 然後我會有一個程式自動check 說這個欄位全部都好像是 台北市大安區 信義區等等等等的東西 我去match說我裡面已經 既有了所有資料庫 我發現這個跟我另外一個資料庫 區域上面有很有關係 所以這兩個table就被連起來了 所以這是有點像是linked data的概念 那有這個東西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把 譬如說你上傳一個 譬如說這邊人口有多少 然後我就可以連到說 譬如說我可以連到一個戒圖 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這一個是一個 這筆資料是一個地圖 所以這筆資料叫做 全國的鄉鎮就是戒圖 所以這是這樣的資料 然後它可以跟其他的資料相互連結 你可以看到下面是它所有相互連結的其他資料 所以這幾筆資料其實都是在某種層面 有一定的就是關係在一起 可能是譬如說舊的新竹 新的新竹借親啊等等等等的東西 或是新竹的人口啊等等的東西 全部都被就是相互連結在一起 然後全部東西都被相互連結在一起 而且都有就是結構清理好的時候 就很容易去做像是剛剛這樣 interface的東西 所以這只是就是體外化分享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就是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一直在拚命清資料 然後清資料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現就是 政府在一個很有趣很有創意的方法 在maintain他們的資料 所以像是譬如說這個叫做行道術的資料集 然後表面上看起來還蠻一般吸收平常的 所以假如你點進去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就是 這看起來是點 所以可是你假如zooming進去 你可以發現他們的點不是點 他們的點是畫可愛的小圖 所以他們是用Jason去畫一個可愛的小圖 代表這裡的圖的就是樹的樹種 然後這其實有點困擾 因為你就不太知道它確切 你大概知道它樹種是什麼 可是你不太確切知道它的位置是什麼 而且降垂其實也比較大而已 所以題外畫就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然後我們最近就是因為 就是香港的這個駭客送的樹用吧 就是香港的就是戒圖的資料倒進來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現在在做一個東西 內部在做一個東西叫做統一編號大合體 所以假如你好奇的話 統一編號再來講應該是統一的嘛 可是台灣的統一編號其實不太統一 神經神 所以這裡有兩個 其實有三個圓 所以A這個藍色是經濟部工商的資料 大概有三百萬筆 然後B這個橘色大概一百五十萬筆 是財政部的稅務資料 然後他們不是match的 他們中間match的只有110筆 意思是說有兩百萬筆是只有經濟部工商有 然後有二十萬筆是只有財政部稅務資料有 然後其實這裡還是不是 就是被釋出的還不是最完整的資料 就是supporting像是一些學校啊 或是財團還是社團法人 其實他們照來講應該都是有幾個號 而他們現在沒有在被釋出的 所以你想想看像是同一編號這種東西 照我來講應該是最需要被統一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在做這種東西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就把財政部的資料 跟經濟部的資料兩個大的類型 就抓出來然後做一次match 看哪邊不能match 如果match不成功的話 就再看名字是什麼之類的 所以像是例如說這個清單 全部都是match不成功的同一編號 那有時候是因為兩邊的名字稍微不一樣 用的一體字稍微不一樣等等 可能也有一些是因為key in的問題 所以這大概是就是link data的部分 然後然後就是香港他們自己已經有在做 就是關於就是不同區域的視覺化資料 真的感覺蠻酷的 所以假如任何有趣 就是有關就是知道需要做轉檔啊 清理啊或是連結等等問題 都就是非常歡迎就是 就是都會非常樂意 就是幫忙 然後大家一起講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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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